面对新型冠状病毒严重疫情 应该汲取这一次的教训 反省人与众生的关系 每个人都责无旁贷 佛法云如是因如是果 面对近日爆发的新冠疫情病毒严重的时候 人类应该汲取这次的教训 反省人与众生的关系 瘟疫的产生可以说是工业 大家都应该负上责任 这样的事件让我们每个人都看到生命的无常 那其实师父在这个地方也建议大家 我们把这样的关心跟慈悲心 转化成另外一种祝福的力量 毕竟这也是我们的一个工业的现象 但是看到这样子的工业的现象 我们更应该提起慈悲心 所以引用法苦山开山帮藏圣言法师的一句话 他说救苦救难是菩萨 但受苦受难是大菩萨 只有这样的因缘让我们反思 在政策上或者是我们个人的慈悲心上面 都能够增长 自古至今我们对大自然不知道造成了多少破坏 希望这一次我们能够深刻的反省 汲取沉动的教训 学习用菩萨的眼佛的眼看一切的生物 用悲悯心回向一切的友情 而不是埋怨厌恶 十方新闻 各位文取建议 台中采访报导